由新科全运会200米冠军 汤星强领衔的福建队排名预赛第一 不过在决赛中 广东队派上了苏炳天和阎海斌 两名百米好手 让比赛增加了悬念 而保持着全国纪录的山东队 也不容小觑 比赛开始后 广东队第一棒苏炳天 为队伍取得了微弱的优势 不过此后身穿蓝色运动服的山东队 展现出了他们在这个项目中 强大的实力 最后一个弯道回来 广东队沿海斌曾一度超越山东队 不过山东选手乔真很快追上 双方几乎同时撞线 山东队以小于0.01秒的 微弱优势夺冠 一分20秒83的成绩 也创造了新的亚洲记录 200米确实跟100米不一样 因为这个42百米是 第一次出现在全国运动会上面 不是说广东需要我的时候 我才要跑 是我应该为广州做出这个贡献 因为对我来说 这是我最后的一些学运会 所以说我希望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里 心情是很激动吧 他带来 他进展路是带给我们的压迫感很强 因为他毕竟是百米非人吧 我们顶着这个压力 然后把我们自己做好就OK了 我们四个一直在一起训练 非常有默契 我们又通过这种默契 然后成功拿下这边脚牌